胸骨痛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 葛鹏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西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胸骨痛常见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呢 常见于冠心病心脚痛的患者 患者既往多数有心脏病的病史 或者有高血压病 糖尿病病史 尤其是发作性的疼痛 每次发作时都会有诱因 如劳累或者情绪波动等诱因的刺激下 出现胸骨疼或者胸骨下疼痛 疼痛时间不等 多数小于半小时 每次发作时经过休息 或者含服药物后症状可以缓解 第二呢 鉴于心血管神经症的患者 患者的自主症状比较明显 有的患者是以疼痛为主要表现 有的则有气质性的心脏的一些表现 主要是心理辅导为主 因为我们的检查可能都是未见异常的 必要是呢 其余相应的药物治疗 第三种也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就是内间神经痛或者叫内软骨炎的一些患者 患者的疼痛特点是疼痛时间比较长 部位呢相对比较固定 按压后疼痛可能会加重 如果严重时 局部可需要进行的药物治疗 局部的一个封闭呢 或者全身的药物一个止痛治疗 加上局部可能给予理疗可以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